我開關時有很多驚喜 一熟客年紀大了 我小時候吃到現在 都是這個味道 都是這個湯 看到客人能夠尋找了過去味道的回憶 我都很開心 1976年 18歲的潮州人強哥和家人移民來香港 為了賺錢 就去地盤做最辛苦和最危險的工作 即是釘板 釘板有300至500元一天 我每天都吃一個糯米雞 我都不會去喝茶 下午吃最便宜的飯 人家要賭錢 我就不會賭錢 我們就去休息睡覺 所以這個過程都經歷了一年多的時間 所以就儲了一些錢 就開了這個雞場 他著重研究雞怎樣養才好吃 有不少著名的酒樓 好像粵香飯店都是向他拿貨 但他不甘心只是養雞 還想賣熟食 去到1988年 終於又屬於自己的第一間店 後來還成為人氣排隊食店 高峰期開始超過10間分店 每天賣過千隻雞 月賺5至10萬 絕非難事 可惜遇上禽流感和瘋狂加租 最典型的本來最好生意 我是花園雞關店 本來是10萬元租 他一加就加了25萬 所以我們就要找人了 其他店都是這樣 最少有50%或100% 不過令他黯然離場的原因 還有當時他和兄弟的真產案 這件事真是很傷心的事 浪費了我有很多精力 不在生意中 而是處理自己兄弟的關係 2012年強哥將全部分店結業 華香雞正式在香港絕跡 我們有很多朋友 很多食客 他們看到我們在街上 看到我和我老婆 當然問何時開番 他說自從我們停了華香雞之後 就吃不回我們之前的味道 雖然真產案 還未有最終判決 但強哥決定在今年重新開始 再一次選荃灣開華香雞 做出一個榜樣 做出一個我們要給兒女看 爸爸這麼小年紀 都是繼續創業 所以要鼓勵年輕人 不要懶惰 要怎樣做一個有用的人 照牌的華香雞和茶香雞 味道和幾年前一樣 沒有變 皮爽肉亂 煮的時間剛剛好 清湯牛腩煲 也是強哥的得意之助 以潮州煮法配上芹菜 湯底用了牛骨熬製 清甜野味 而且大大個只是賣60元 非常抵成 還會推出賀年盆菜 傳統的配料有齊 還有半隻華香雞和茶香雞 份量十足 在一起 我們可以多唯一 去看 謝謝 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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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